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卫霍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第一我终于开始营业了 当然这也不是我自己的录像 是我们永远得神YYDS群的雷神 Ray 雷阿伦不是叫那个Ray Allen吧 我们的Ray 这是雷神的投稿 是吧雷神是树叶有壮功 他手上50级的神宠无数 所以他的ultra league什么great league他都不怎么打 就等着master league开始 然后打了一种open master有50级神宠的 他的阵容是我上次放的本区另外一个停松大佬 R240的蓝营的叫战钢飞的改版 他改成战钢水龙 是吧 我们看他的手发是50级的战鬼龙 对上50级的罗姆喵漫头 50级的喵漫头是很好搞的 这个糖很好搞 但是能搞一个handle的喵漫头不是很容易 我们小号出了handle 大号出了好多这个151514的也是让我很头疼 lucky trade也是没有换出luckyhandle来 好 在我知道在40级是林顿的情况下是战鬼龙赢 在50级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林顿情况下是谁赢 总之互相造成不大的伤害慢慢的累积起来 这是一场比较无聊的对抗 战鬼龙跟飞鬼龙的伤围是一样的 我说过但是他偏重于防御 是吧 所以说他的显示的CP值比较低 但也是因为这种原因在Ultra League 他是很占便宜的 但这是Mars League Mars League无所谓 攻击也算是吧 好 Rug Slide我们应该可以很轻松的吃下 但我们战鬼龙苦就苦在shadow sneak 他没有一个好的鬼系大招 shadow sneak比较垃圾 但是Dragon Crow还可以 Dragon Crow就是spam me 他并不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他的能量伤害比其实也就一般 但是只要35能量非常的spam me 他的小招是非常不错的 他的鬼系大招有点烂 大家看这里 双方打了一个离死我活 但我们好像能够发不当 这里轻易度稍微没有以前那么好 因为雷神是通过QQ发给我的录像的 我还是喜欢大家上传到Google Drive 但是那样的话我下载就比较慢 一个录像大概有 基本都是一季以上 对方接近两季好 对方出外神来把战鬼龙给farm下去 但是大家现在可以发现外神的小招snark 虽然打我们是super effective 但这点血就是搞不下去 连吃了我们两个Dragon Crow 好在这里我们用水龙来对付外神 用钢龙的话有点含对方的focus blast 能够一击毙命 用水龙的话 他肯定是用Dark Pose Dark Pose打也挺疼 也是挺疼的 但是我们是吃的下一个的好 这里我们是四下之后放水流尾是吧 怎么好像很有信心能够赢CMP 外神跟水龙比好像是赢不了CMP 好了这样的话对方挡一个 我们也挡一个就可以把它发不当了 是吧 很下去挡发不当 对方难道就让我们发不当吗 他可能还想再放出一个Dark Pose 结果我没有给他机会 能够把它发不当 哦 他倒不是 他倒不是他没有换的是吧 水龙牛逼之处就是抓凯奥鬼 抓盖尔卡是非常的猛 我们双倍克制他的Waterfall 好然后再一个DRACO可以换人了 他没打了就直接叽叽了 是吧 那钢龙最后出来展示了一下 对方有个50级的凯奥卡还是比较难得的 50级钢龙和50级的水龙 是最近是可以刷的 鬼龙好像也是可以刷的 当然凯奥卡也是可以刷 好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在50级里面这个龙头地鼠跟战鬼龙 零顿一顿是谁赢谁输 咱还是不是很清楚 我们可以现在赶紧模拟一下 看这个至少是一倍数 那么打得比较磨叽 这里咱们赶紧模拟一下 看看这个在等顿的情况下 战鬼龙跟这个龙头地鼠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龙头地鼠的CP 这里大不知道大家看不看见 3667 比我们的战鬼龙稍微一样 应该差不多 如果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三维是我们强 是吧 因为我们是偏防御的 龙头地鼠是偏攻击的 我们3820 他3667了 那肯定是我们三维强了 但他就是技能比较牛逼 我看到他的寒斗是3667 我们这里挡了一下 我们是3820的寒斗 好 我们这里来这里模拟一下 在飞骗盾的情况下 虽然好像互相都挡 以后对方全先换了 难道是一顿的情况下是我们赢 我们看一下果蓝在互相都挡一顿的情况下是我们赢 我们赢的还比较多 怪不得对方先换了 灵顿的情况下也是我们一样 咱们全面全面胜利 如果是虾都空落的话 好对方换上他的shining的钢龙 我们这个阵容是没有钢龙的hard counter 让我们也换上我们的钢龙 然后给了他一个i hand 吃了他一个drako 我们的目的我已经知道了 这个雷神的目的就是让他放出drako 然后我们把它farm down 放出drako之后攻击力下降 然后我们水龙能够提前的jumpstart一点能量 还是不错的 对方又是一个Y神 看来大家喜欢Y神的童谣 还是很多的 我也是投资了40美元 把Y神的糖给涨够了 我也是可以升50级的 是吧 如果我愿意的话 好大家看这里水龙对Y神 我们都是四下6秒钟一放 我们6秒钟一个水流尾 对方是6秒钟一个drag pulse 使drag pulse打的比我们多 但我们小招打的比较多 我们的四下小招造成的伤害远比他的四下 小招造成的伤害要多 我们这里放了两个水流尾 这个肯定他是要焦盾的 我们赶紧再放一个 就被他看起 不过被他看起 也无所谓 无所谓了 是吧 反正我们打理了龙头地鼠 super effective 但是就是不知道 我们的鬼龙还扛不扛得住 不过Snow造成的伤害比较小 大家也知道 好这里看他应该是有两个drag pulse 但是刚才我们有一个摆手的动作 对于说我们成功的插入了小招 既然插入了小招 我们挡住这一个drag pulse 他后面的我们的龙尾的伤害就过去了 他下一个drag pulse就放不出来了 我们的水龙还是比较的屌的 然后这把mewtwo 这个应该是一个非常positive的对症 这个鬼龙就是用来对付mewtwo的 战鬼龙就更稳妥了 虽然他的鬼系小招比较的烂 但是我们吃mewtwo shadowball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这50级的mewtwo也是不容易 也是可以前段时间可以刷的 因为我们的资金有限 你只能有选择的 我们选择的就是刷钢龙 投资了40刀刷钢龙 还有剩的钱就刷了点鬼龙 搞了一个伞就差不多了 也就没有特别的刷了 不像这些经济实力雄厚大了 好我们吃了一个虾勒布 对方换出他的钢龙 我们给他一个drag pulse之后 再换上我们的钢龙 钢龙的话 我们的好像cp是4609 但是我们还是bass body的 钢龙的满cp是4565 我们既然是4609 应该是bass body的 对吧 我们bass body 我们还不是handle bass body应该是4620 对方钢龙好像是没有bass body 好像是看到4500多的cp 我们是4609 也可能是我们一个98的 98的钢龙 看看是不是 我们是98的15 1514的钢龙 那是这样无所谓的 虽然看着cp低 但是三个也是一模一样的 在51级的情况下 都是185的cp 不管你是14的iv hpiv还是15的hpiv 我也是刷了一个1514 151514的钢龙 所以我们4609 虽然不是handle 但是一样用起来跟handle一样 好我们还继续用水龙 挡一个side strike 我们还多一个盾 对吧 我们还多一个盾 那这把是妥妥的了 看到最后一个是谁吧 他唧唧了 最后一个是这个家landers 这个犬型 他叫landers 他居然也刷了一个50级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好看这把又是龙头地鼠 是吧 刚才我们已经模拟过了 在龙头地鼠上 应该是全面的胜利 在等顿的情况下 战鬼龙就是这么刚 这个就不需要偏顿 我们不偏顿 他也不偏顿 咱们就互相的一个 你一个geo run过来 咱们一个下都是那个过去 最后是应该我们还60滴血 胜利 是吧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但林顿的情况下 我们还能把它放荡 林顿的情况下 因为他正好带着45能量死 那这个林顿是绝对是龙头地鼠 不希望发生的 当然如果他插入了一个小招 他的45能量就可以放回去 也不一定 好 对方用了一顿 既然用了一顿 我们也可以用一顿 如果我们要赢switch的话 或者如果我们不用顿的话 我们应该是我看看 是正好对方还有54滴血的时候 一个geo run把我们打死 我们不用顿的话 这里的话我们是有能量的 但是对方这时候 我们有了能量 对方能量放过来 我们没有用顿 带着能量死 无所谓 对方吃个血 我们多一个顿给水龙和钢龙 是吧 好 我们水龙又放了能量 又多一个顿 相应该是比较稳妥了 对方上了mewtwo 那mewtwo的话 我们多一个顿就用水龙打 是吧 同样的用钢龙 你总会有点烦这个folksblast 把你秒了 还不如就用水龙 好 而且他用metwo 在少一个顿的情况下打水龙 说明他后排很有可能是 那个什么盖尔卡凯尔柜 那这样的话 钢龙也是可以对付的 咱们也不寒 好 三帅你看这就是水龙可以潇洒的吃下一个他的大招 不用担心被一招秒 钢龙的话 如果你不挡 如果是folksblast你就挂了 好 这个阿瓜条他两个盾都没了 好 他最后换出了他的这个罗姆 我们这时候钢龙出来了 好 因为他已经没有盾了 虽然这个罗姆打钢龙是比较稳的 但是在亏两盾的情况下 你也是稳不起来的 我们这里正确的打法 因为我们多两盾 所以无所谓了 正确打法是不放 等他放了一个之后我们再放 是吧 然后你先放的话 感觉这伤害也够了 好 反正有两个盾打一个Roxline不要紧 是吧 这个是Roxline虽然没有让他debuff 但是Roxline消耗的能量是比superpower要高的 好 那这里的话我们没有挡 那一个superpower死不了 还是一个Roxline 那基本上就妥了 后面就可以无捞挡了 是吧 这应该是无捞挡吧 即使再是一个Roxline的话 我们的Ignhead也应该 哎 看是挡了 是个superpower 好 然后 这里他会换人吗 他们好 他果然换人了 换了我们干脆叙事 直接就把mewtwo干了算了 是吧 这个mewtwo 反正打死也可以 好 干掉了mewtwo 我们这么多血的钢龙就无所谓了 你有本事superpower 是吧 你就这点血 你superpower死了 我怎么这个水龙也肯定能够把你搞死 是吧 所以说他必须要有两个superpower才有希望 他应该是没有搞到两个superpower吧 一个superpower 在水龙出去了 一个dragon tail 将对方带飞 相当的爽 好 这个我们再次战鬼龙出发 碰到凯尔鬼 这也是一个有利的对局 但是我们后面三个都能对付凯尔鬼 所以说也无所谓 这个switch advantage之类的 好 这就是说的钢龙 如果你想要switch advantage 你最好丢一个dragon crawl之后再换 让我推荐这样 当然你如果觉得无所谓的话 也可以这样搞 因为你这样换的话 你可以让你的保证你的水龙能够对上 他的盖要卡 这样一个非常优势的对局 如果你赢得switch的话 你不要switch要一个盾也行 好 我们这里显然是选择是要盾 不要switch 是吧 好 看看对方是 i had 然后叫我们farmdown 然后我们这找半点 又决定用这个鬼龙 让他搞死 是吧 保持一个盾的优势 好了 我们看他的三号位是谁了 看我们多的盾有没有用 我们剩下两个 不管谁对上他的盖 盖尔卡都是 凯尔鬼都是没有关系的 好 看他的是 哇 Torchikis 哎呀 我还好 看着我们换了他无脑点了 那也行 那也等于是我们的水龙 还是成功的让水龙对上他的凯尔鬼 他的小招基本上不造成什么伤害 他又只有一个盾 咱们用Aquatel 这样他打了差不多 放放不当就可以了 他应该是不会挡的 但我们也肯定不会追靠他 把自己debuff的话 然后换人还是锁定 那就亏大了 好 这里我们应该挡 因为对方是这个Torchikis 是吧 你不挡的话很有可能带了两顿挂了 是吧 好 我们挡了一个Sander 非常好 那Sander对我们来说是造成中益伤害 现在既然是挡了三的就可以把他farm down 剩下的水流尾打Torchikis 只要把Torchikis打得足够残也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两个虽然都是龙都怕Charm 但是我们都非常的spammy 都是非常spammy 这里6秒一个水流尾 那边大概5秒 5秒也都不到 平均5秒不到一个DragonCrow 是吧 所以说还是非常可以的 在这边只有一个盾的Torchikis 还是压力三大 好 哎呀 在死之前 这一个 这个这个阿瓜特非常的关键 打到Torchikis身上 然后再换上我们的战鬼龙 好 再一个Shadow Sneed 应该是死了吧 对吧 因为我们战鬼龙 ShadowCrow小招打Torchikis 也是正常的伤害 好了 看来我们这次没有使用 要盾还要对了 是吧 这个盾还是有用的吧 毕竟一个这个A型POWER 或者Aries Aries打的还是有点疼的 好 感谢我们的雷神的投稿 这5G就给大家放完了 在50级里面 他是把我们之前上次那个停松 那个R 240的认为神人的阵容 战刚飞改成了战刚水龙 是吧 感觉水龙的发挥还是不错 尤其是在50级里经常碰见外神 水龙打外神 应该是比较稳的 从刚才雷神的发挥来看 我们来模拟一下 外神跟水龙 看他们之间的交锋是如何的 果然水龙在一个盾的情况下 是赢的是最悬 当然这前提是 外神用Focus Plus打中我们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以两滴血 获胜 如果外神不用Focus Plus直接用DarkPose的话 我们在一顿的情况下 我们还有43滴血 等于是这个稳赢 稳赢的这个情况 是吧 可见这个外神感觉咱们投资了之后 并不是在50级并不是特别的好用 当然他压制解决听 可以Focus Plus打钢龙这些都还是不错的 水神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如果大家有银子多的话 在钢龙之外水龙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量 好我们下期再见